破尺度的尺度有两部 一部让汤维一拖成名 另一部让本就成名的中立体一拖之后更加有名 看过的人都知道 两部电影的尺度那是不差上下 至于谁更好看嘛 你们看了之后心中自会有答案 今天灭绝世态和大家一起看一下 中立体出演的电影 《色界》有名《轮回》 故事发生在印度于西藏的交界处 还拔一万五千尺的高原上 一行僧人赶着罗马前行 一望无垠的风景 把他们衬托得很渺小 从蓝天白云走到夜幕降临 僧人们只有一个任务 就是去迎接 在石窟里修炼了三年三月三星期零三天的达氏 尘封已久的木门终于被打开 达氏闭着眼坐在台阶上 他的头发又长又乱像稻草一样 一个年轻僧人扶在他的耳边说 僧人在他的眼睛上蒙了一层布 防止出去的时候 阳光刺伤他的眼睛 诸人保护着达氏伤了马 随后他们来到河边 僧人为达氏剪去又黑又长的指甲 剃掉头发 为他清洗身上的灰尘 旁边的小和尚看着这个奇怪的人 不仅脸上露出笑容 经过一番长途跋涉 僧人们回到了寺庙里 其他人纷纷迎接凯旋而归的达氏 后来达氏参加了寺庙典礼 因为他完成了三年静修 被神圣的温普礼禅师 授予达氏宝贵的修成业 表扬他的境界 这天寺庙为村民做法起伏 僧人们戴着猙獰的面具 为了长袖跳动着 然而达氏被人群中 正在给孩子哺乳的母亲所吸引 这是达氏第一次看到女人的身体 看着看着还入了神 师父阿普看出了他的心思 就带达氏去丰收节转移一下注意力 然而在丰收节上 达氏毅然无心送念佛经 眼睛眨眼不眨的看着一位年轻的女子 她就是我们的女主瑟马 师父看到后不断咳嗽 提醒了达氏不要分心 夜晚达氏睡不着觉 提着油灯四处游走 在走廊里邂逅了瑟马 两人对视了好久 这一幕深深地印在达氏的脑海中 以至于睡觉的时候还梦到了他 第二天做完法事准备离开了达氏 再次遇到了不远迟的瑟马 他们默默地看着对方 眉目间传递着欲说还休的倾诉 回到寺庙 达氏睡了一个美美的梦 师弟发现达氏又尿床了 上一次他看到的时候觉得没啥 但这一次看到后却哭了 当做修炼三年的达氏 竟然会尿床 次日 师弟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阿普 阿普知道后很生气 但又无可奈何 他只好给了达氏一张地图 让他寻找答案 达氏骑着白马 找到了地图中的寺庙 见到一位老僧人 夜晚老僧人从箱子里 拿出几张饭就的纸 递给了达氏 达氏定定一看 上面的内容居然全是一些男女之事 正当达氏不解时 老僧人适应他 把纸印在烛光下 达氏照做 却看到了男男女女变成了一句句骷髅 这其中的意思是 达氏快要触碰到禁忌 七情六欲 不过是一模作祟 让他回头是岸 否则就白费了三年多的修行了 次日达氏快把嘉宾毁到寺庙 他找到师父阿普 达氏站在佛祖身边对着阿普说 佛祖在29岁前仍过了世俗生活 而我自己5岁就开始了他 遁世后的苦逼生涯 你说色迹是魔 可我不曾尝过 怎会懂得放弃呢 说完达氏跑了出去 他站在高原上望着远方 此刻他想要自由 释放自己的欲望 师父最终成全了他 让他还俗 晚上达氏收拾行李 他骑着白马离开寺庙 换上了普通人的衣服 来到瑟马家帮忙干起了农活 中午时分 瑟马应父亲的要求 去给工人送饭 结果看到达氏 他骑得转头就走 达氏追过来后 瑟马说 你这是干什么 你别告诉我 你是为了我才还俗的 我可不想阻碍你修佛 达氏结实说 不 我是为了我自己 不过你对我难道没有感觉吗 如果没有 我会离开 说完达氏就离开了 只留下瑟马一个人在那里 陷入了沉思 没一会儿 瑟马就主动找到了达氏 两人一言不合就 创造了这部电影里的经典片段 哎嘿 就不给你们看 两个人就这样在一起了 但瑟马的家人 也已经将他许给了马羊 面对爱情与承诺的两难抉择 瑟马只好把命运交给算命先生 算命先生拿着一盘黄土 掐着一算 本月十号是个结婚集日 瑟马的老爹不解的问 跟谁结婚啊 先生一愣说 不是马羊让我来给达氏和瑟马算日子的吗 所有人都愣住了 坐在一旁的马羊却微微一笑 爱一个人就应该成全他 然后拍拍屁股走人了 不久后 达氏与瑟马成了婚 他们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尤其是达氏 他体会到了佛祖29岁前的洒脱 也体验了前所未有的感觉 很快 瑟马怀上了达氏的孩子 这天 达氏撞见一只为村民贩卖粮食的杜华 他发现了杜华确定少两的鬼把戏 于是不顾旁人阻拦 直接戳穿了他 杜华却假装成受害者的样子 生气的离开了 但瑟马和村民们 动不赞同达氏的做法 责怪他缴毫了村里的买卖 断了他们的财路 达氏在一脸无所谓 说自己也可以把粮食卖出去 而且一定能卖出一个好价钱 隔天 达氏起程去城里卖粮食 果不其然 买菜的粮食的人很多 而且开市的价格 也比杜华高两倍 这下村民一改昨天的态度 赞许他 认可他 达氏再次感受到了 忠心捧月的感觉 从那以后 达氏就帮村子里的人卖粮食 也赚了很多钱 一次回去的路上 却遇到了三个骑马的男人 他们警告达氏 说他破坏了规矩 害了村子的人 输完便骑马离去 达氏回来后 瑟马也即将生产 达氏在门外焦急的等候 想到自己的孩子即将出生 达氏的嘴角就不急上扬 经过了漫长的等待 瑟马终于生了一个小男孩 镜头一转 村民们弹足着乐器 唱着山歌 祝贺达氏把粮食 卖出了好价钱 达氏正给村民们分了钱 这时走来一个漂亮姑娘 名叫苏亚太 也是瑟马家的一个工人 两人还没说上两句 这氛围就突然变了味 达氏现在算是村子里的 一间领袖 年轻有为 小某堂堂 基本上是个女孩子 都会得到她斗心 而达氏此刻作为俗人 对女人的欲望 自然是无止境的 张燕坚几年过去了 儿子已经开始学写字了 爱情事业双丰收的达氏 在这里混得风生水起 这天达氏看到马羊 还在把自己的粮食 卖给二刀贩子杜华 就连忙冲上去阻止他 还说杜华是骗子 自己可以帮他 卖个更好的价格 站在一旁的杜华很不爽 那就让马羊的粮食 烂在仓库里吧 说完就带着离开了 马羊也很生气 拽着达氏的领子 把他摔在地上 然后愤然离去 不懂人情事物的达氏很疑惑 为什么他不与自己合作 明明自己可以帮他 卖个更好的价钱 色马安慰他 也许马羊结婚之后 就会明白这些 然而到了半夜 屋外熊熊大火 燃烧在达氏的田地里 村民们集体出动灭火 抢救了一夜 终于将火扑灭 累坏的达氏 贪坐在色马怀里 这时他看到了马羊 愤怒地想要揍他 马羊很无辜地说 是谁干的 你自己不清楚吗 达氏一想 那一定就是杜华干的了 于是他快马嘉宾 来到镇上找杜华 杜华将那达氏一脸茫然 但是也没说什么 达氏把杜华的孩子抱起来 挂到了墙上 又把桌子上的东西 全部丢在地上 本来就要离开了 结果又从桌子上 划过来直奔杜华 然后到桑马赶到的时候 达氏已经被做得不成样子 杜华愤怒地说 蠢货 你以为我会收入你的谷地吗 告诉你 在这里不可能有人 做这种去的事 可能是达氏受了伤的缘故 又或者感觉很丢人 从那以后 炮头露面卖粮食的活 就交给了色马 达氏则留在家里 就在这时候 苏牙坦主动找上了门要工钱 可就在拿钱的时候 还不忘了拨一下达氏 然后两个人就这么啃了起来 接下来的东西 我就不放了 太高等了 滑过去滑过去 就在这时 色马回来了 达氏连忙赶苏牙坦走 事后达氏一个人 静静地发呆 没有克制住自己的欲望 他感觉很失落 这时他多年未见的师弟 从远处赶来 师弟说 师父已经走了 缘辑之前 还留给达氏一封信 心中写道 我夜未尽 会继续轮回 来世若能相遇 或许您能告诉我 满足一千个欲望 与战胜一个相比 哪个更重要 这短短几句话 点醒了身在迷津的达氏 看着于修行 渐行渐远的自己 他决定剔去头发 抛弃妻儿 继续回寺庙里修行 萨玛知道了达氏的选择 他也含泪水 站在路口等着达氏 并对他说 当年释迦摩尼 为了寻求觉悟 修行成佛 一声不吭 对下妻子和老婆就离开了 从来没有考虑过 老婆孩子的感受 母亲是绝对 不会在半夜 对下孩子离开的 只有男人做得到 达氏啊 若你可求佛法 像对我的爱欲一样强烈 你不用回到寺庙 在尘世中 就可以修炼成佛 言外之意就是 修行的力量来自内心 而不是外界 达氏哭着说 对不起 我跟你回去 但是却跪在地上 一动不动 萨玛也没有再提任何要求 成全了他 放下他的沐浴和佛珠 转身离去了 达氏看着萨玛的背影 跪在地上哭了起来 我认为萨玛最后的一席话 让他认识到自己在做什么 并不是像他自己以为的 是尝尽了尘世的滋味 彻底醒悟 只是因为犯了错 又无法解脱 所以选择了逃避 不仅是逃避罪恶 更是逃避业障 逃避对自我的厌倦 反而是色马大车大物 早早的明白了这些 达氏撕心裂肺痛哭之后 他仿佛重生了 也明白了一切 最终将继续完成 自己的修行大业 他拿起那个刻有字的石头 如何让一滴水不干枯 后面的答案写着 让他流入大海 人生在世 有求皆苦 无求其乐 我比较痛苦 希望最后得到你们的 点赞支持和关注 好了 今天的电影 结束了我是看啥电影 都不是他的灭绝师太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